这个月初我们已经举行了大学的指考 很快的就要放榜 我们同学很快的就会要开始填志愿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谈一谈 我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今天我的题目我想到了 用学历实力竞争力选系选校选人生 来跟大家互动跟分享 我们都经过了大学的考试 实际上我连高中跟初中都是用考的 在这考试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会把这个学历当着一个重要的指标 这当然大体上来讲并没有错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指标 像现在高中的毕业同学 你在高中能够接触到的学科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当你去填大学志愿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科系 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 完全凭一些比较零星的知识 因为事实上当你进了这个系之后 你再回头来看那些介绍的用语 可能也发现中间会有一些落差 所以说其实进了大学之后 你才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 这些零零种种的科系 是提供哪一些知识跟机会给你 所以我不会觉得一定要把选系或者选校 当作是二选一的做法 即使你进了一个不一定非常喜欢念的科系 也可以考虑到了大学之后 在双足修或者是选修 在这里我常觉得进大学还是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们看到日本有一个知名的建筑师 叫做安城忠雄 他并不是像许多建筑师一样 都是大学建筑系毕业 然后在建研究所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只读过高工 可是他一直都非常希望做一个建筑师 所以他透过很多的机会来求学 包括自己买书进修 他没有钱就去打工赚钱 他想出国去看全世界著名的建筑物 跟大师的作品 他结果怎么办呢 他突然间去练这个拳击 把自己练到有国际的水准 然后利用出国比赛的机会 去参观各国大建筑师所设计的作品 他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打造成为一块料 这个过程当然是背极艰辛 他现在已经变成日本最著名的 国际级的建筑师 他还是告诉年轻人 他现在对于建筑这门学问的态度 跟他18岁的时候并没有两样 这些故事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因为一个成名的大师背后有多少努力的心酸 但是这也告诉我们 读大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当你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这并不是你人生的末日 不是世界末日 你还是有机会从其他的方面 得到应该有的知识 所以我讲学历很重要 但是在我个人看 大概只是你找第一个工作的时候重要 因为你找第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未来的老板并不知道 你还有其他什么长处 所以看你的学历 等到你找第二个工作的时候 你第一个工作的表现才是真正的关键 所以学历我自己的感觉 大概最有效只是第一个工作而已 第二我觉得就是选系选校选人生 因为选系选校都不会决定你的人生 你大学毕业之后 大学只有四年 你毕业之后呢 还有不知道多少个四年 可以让你重新去思考要做什么 不过除非是你有更好的想法 在一个领域当中 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呢 比较能够达到一个 可以留下一些贡献的地步 所以我也不鼓励大家 一天到晚上换行业 你至少在一个行业要努力五年三年 让你有机会能够发挥 否则一再改变自己跑道的人呢 有的时候也会给人家一个不安定的印象 但是整个来讲呢 我觉得还是我经常讲的那两句话 诚以待人 敬以致师 诚恳地对待别人 认真的去做你手上的任何的工作 包括念书在内 我还没有碰到有一个人 不喜欢有这两种特质的人 当然人所需要特质不止这两种 但是这两种是最基本的 就是诚恳做人 认真做事 包括读书 我想有这样的态度 将来不论你念哪一系 不论你念哪一个学校 你都会有足够的实力跟竞争力 这是我给今年夏天 要填志愿的高中毕业生 一个良心的建议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